大家好,我是胖大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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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观战吧,杨妹妹的邦邦,真正方面的话,魔术祭司,拥兵加牛仔,那这把的话,穷者要赢,其实6我觉得不太6的洞啊,或者说不太6的穿,一个闪现邦邦,打这套阵容,我觉得能打,然后要赢的话,得是牛仔有好的发挥,这边牛仔被抓的话,其实对于穷者来讲,他们制胜的手段就很少了,因为牛仔是一个要独立在,就是上挂以外的一个点, 就是他要去打架去OB的,他不能是上挂,他上挂了,他被针对了,其实队友很难保住他的,很难保住他的,这样的话,牛仔第一波,遇到这边第一刀吃上,这个位置确实6不动啊,4号机的牛仔是6不动的,祭司的话这边给到了一个洞,连炸波,好的,还炸洞了,追一刀,nice,这波的话,从结果上来看,不如就是,因为这边是走的一个弧线嘛,他如果直接冲这个洞可能会更好一点,大不了吃一炸,从结果上来看,这边想躲这个炸弹, 反而是亏的,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太多可以,或者说不是太多,就压根就没有供他勾的点,你只能勾邦邦,你勾邦邦反身过去,邦邦这边也能带走你,从结果上来看的话,这边我觉得,刚才直接冲这个洞可能会更好一点,冲完洞以后,勾一下那个中间的密码机,可能有一些,后续的能牵制起来的一些可能性, 这波打完,穷者基本上已经是,奋着宝平去了,可以,没有太多真剩面了,闪线没有焦,所以说这边的话,这个牛仔一定是遛不动的,追一刀倒地,好的, 傭兵这边的话,以仗为代价救下来,人来还不错,但是核心问题是,牛仔这个位置,它倒到哪里去好呢,感觉倒哪里,穷者都不太舒服, 魔术是低胎机子撂掉,中间的密码机被,哦,这边倒一个死角,带三摇的吗,带三摇,我觉得这边帮帮挂大石头应该也能挂得上啊, 或者挂在外面这个窗口,对,这个窗口的话更近一点,要救的话,魔术师是薄命吗,魔术师是薄命,牛仔这边的话是一个单弹,不知道是飞轮还是薄命, 这种情况下,其实这种局我觉得魔术师是要带一个双弹或者飞轮的,但刚才没有用,不知道他是不是飞轮, 看一下这边魔术师怎么救,第一炸,我的位置很开,但是魔术师拉的位置也很开, 打一刀,打中,炸下来,好的,这边的话有闪现,魔术师这边扛,闪现一刀没打中, 哎,连炸是后续炸到了这边的魔术,那等于说打出一个双刀, 这个局我觉得穷者可能想保平都有点难了,这边穿大洞能穿吗, 一个洞机,穿,连炸,反身过来,这里看了一手,哎,他排到了魔术师的位置, 这个位置是刚才炸到看到的吗,还是说他就是靠自己的判断, 因为这边的话得去看回放刚才那颗炸弹有没有炸到这个牛仔啊, 呃,傭兵这边是好像把魔术师摸起来,两个人状态调整一手, 机子的话我们来算一下,总量来讲的话现在是修掉了三台, 还差两台机子,搏命已经交完了,打不动打不动打不动, 这边这个魔术师面对一个二级帮帮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溜的动物, 一炸炸动了,哇这个炸弹,这个炸弹感觉第二波连炸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预判炸, 这把老羊手感有点烫啊,那么第二颗连炸有没有, 还有吗,炸弹先封口,然后通过连炸来补,没能补到, 距离差了一点点,感觉距离再跟进一点可能就有了, 再来连炸,有了,好的,魔术师的话两根魔术棒在帮帮面起, 我觉得效果就很一般了,那我扑炸弹就行, 这边想穿洞,你想穿洞,这个洞是个奥利奥, 或者是这个洞压压根就不是给你准备的, 这个洞是给那个牛仔准备让他穿洞的, 这边的话祭司再一个辅助洞,这个辅助洞就很舒服了, 祭司一波反穿,拖是拖了不少了,时间了, 但是核心问题就机子差太多了, 这个机子魔术师得再牵制到, 他得牵制到剩一台机, 总量剩一台机我觉得穷者才有机会能保平, 遥控雷,5,不好,好的,可以, 85,傭兵, 差是确实只差一台机了, 但是帮帮手里有传送,他可以压过半, 这个时候呢,魔术师是, 帮帮是可以怎么样呢, 先顶出去排耳鸣,然后干嘛呢, 压过半以后看密码机抖动传送落地秒人, 就他有两轮的机会, 第一轮我先顶出去排耳鸣, 找你救人的这个人, 然后找到了呢,我追着你打逼你救人, 找不到,我这边一旦过半, 因为不可能卡半救嘛, 卡半救下来这个人也得直接倒上挂, 然后傭兵下一波可能就救不下来了, 所以说只能是怎么样呢,就是卡死救, 卡死救你还得是看帮帮的一个位置, 所以帮帮这边的话其实机会还蛮大的, 排一圈,不行的话就传送, 传送落地把这祭司秒了也行, 因为这魔术师上化飞, 然后穷者这边要起新机子, 挺难的, 丢炸, 打针对嘛, 打针对的话反而我觉得会给到穷者一些机会了, 他这边可能觉得对吧, 对面是四八机, 防,防, A刀, 但是好像还能救下来, 魔术师这边的话傭兵帮帮扛, 预判走位, 传送吧我觉得这个时候, 79的机子了, 遥控雷还捏在手上面呢, 傭兵贴门, 连炸有了, 密码机差一点点, 他还等了一手, 密码机点亮, 差了一点点, 对于圈人来讲这确实差了一点点, 我是觉得传送会更好一点, 刚才这一波就是, 他能守到什么程度是比较稳的呢, 要守到这个傭兵没救下人来, 救下人来, 可能就有一些些三人开门战的可能性了, 当时传送落地秒了, 对吧, 这魔术师上化飞, 这傭兵倒地, 我觉得穷者这边又要补状态, 又要起心机, 他的时间足够让你把这个人, 把这祭司秒的挂上压住遗产级了, 这边的话地窖在墓地, 那没机会, 地窖在四号机其实也没机会, 他有个复必在一起, 祭司, 哎, 祭司有个薄命, 祭司是没救过人的吧, 祭司是没救过人的, 这边看一下祭司, 走了, 那算了, 好的, 也是感谢大家, 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,